Howdy 今天這個影片跟各位講的是這個 魔法氣泡 這個遊戲是真的非常好玩耶 我覺得現在玩到現在就是Switch 我基本玩到後面 基本就只有玩暗黑破壞神跟這個方塊 然後大亂鬥因為可能 人物都收集了差不多了 也漸漸冷卻了 然後發現這個魔法氣泡這個反而 越玩越好玩 那因為我這個是體驗版的是 不用錢的啊 所以就是你們可以先 下載這個免錢的玩看看 通常因為就是 你有付費的話 他的人物解鎖的話 你看這人物可以更多 那你玩免費版的話 就是他的 我就是前幾個視頻 講說這個有一個S 這個S是 就是免費版裡面最強的 那有朋友的是付費版的 或我還有更強的 然後我玩了一陣子發現都可以輕易打敗S了以後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結果我發現這個老早就都有全世界在比賽 然後人家玩的那個速度 真的是 那個就沒有辦法比 那都職業選手 所以這個遊戲真的很好玩 而且他還有另外一種是 就是那種泡泡的 那泡泡的那種方式 我比較不會玩 所以就是 如果你下載免費版的 就是先打看看 如果你覺得OK 我建議是可以買 那我是在等特價 我一定會買這個遊戲 那我還在等特價 這遊戲應該要一千多塊吧 現在的 特價我看他能不能便宜一點 沒有在eShop買 那因為eShop 現在我找他好像沒有 就所以我在等待 這樣子 那可以推薦給各位 那有朋友說 希望說 看我再打一次S 說能不能秒殺他 基本上你要秒殺他 沒那麼簡單 還有就是 你看了人家那個世界盃的比賽 你會想要加速 你會想要很快 可是你很快的時候 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只是新手 你不要被那個快 影響 不要想要快 因為你會一直失誤 你如果有失誤 第一個S 不可能會贏 第二個就是 球運 那像他們世界盃的比賽 他其實這個轉法 還有一種就是 他們講的那個術語叫什麼 我不懂 就是 就是說如果你有失誤的話 他有一種轉法 可以把那個 洞可以填補 然後不會 不會 等於是說 不會有那個缺口 不過那個招式 我現在還不大會 所以我不太敢用 所以你對付這個普通的 你就是穩穩的打 你不要想要假老 不要想要說 我要速度 要像那個王 什麼王 還是什麼世界人家神 一樣的操作 人家是練出來好嗎 你穩穩的打就好了 那你穩穩的打 就是 基本上你就是大概 你不要急著消 然後你每次的路線都是有做路 然後再一次這樣子 然後其實他有累積的攻擊 累積的攻擊就是說 你如果 你如果就是一連續很流暢 一直攻擊下去 他會 傷害會很大 但是那個也是要看機運 所以 我是建議你就是穩穩的堆疊 穩穩的堆疊 等待 等待舒服的時刻 你現在就要等一條嘛 你就等一條 才會上去 就不用急 就是求穩啦 當然這個有很多職業的或者達人的 你看了這影片說 你這個 這個怎麼會這麼慢啊 但是我現在的示範是說 如果你我覺得這個遊戲你可以玩 你只是普通玩家的話 你先求穩 先穩穩的來 然後 因為這個也有些成分 就是運氣的成分 然後我看那個職業選手在玩啊 他們其實為了球快 其實那很多失誤耶 可是因為他們會用技巧可以救的回來 那如果你只是普通的選手 你救不回來 你就穩穩的算了 你少一個失誤 比你在那邊 在那裡救 還比較有用啊 所以也就是跟你們分享的是 你看像我這樣 你就是到S拍 你就是穩穩的拍 你也不用管理 你就是慢慢的坐路 慢慢的堆疊 然後再堆疊的過程呢 然後再堆疊的過程呢 就是 就是我現在在等嘛 你就不要讓我等到那條嘛 你如果讓我等到那條 你如果讓我等到那條 我就要讓你掉了嘛 這樣就好了啊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 比較好的方式 那如果你比較更進階的 就是說你到一個程度 你再加快 怎麼還不可以拍 就還不可以走路 你還不可以拍 是不了解 你看我現在 就穩穩的來啊 穩穩的來 飛起來 飛起來 穩穩的讓它飛起來 啊要專心啦 你看 教育你們講話 不跟你們講話 就不專心 你不專心 第一個變慢 第二個就是 你有一些路線啊 就是 你的笑容不及了 其實我們是有在看的 是說穩穩的來 穩穩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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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現在這個就很危險啊 很危險的時候 你不用緊張 很危險的時候 你不用緊張 你會比較快耶 快一點 快一點 等不到啦 等不到你就要 讓你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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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雖然我們現在很危險 可是 很危險你不要放棄 因為你很危險的時候 其實 其實你很危險的時候 他的 他的那個格數 反而比較多 比較多的時候 比較多的時候 你就穩穩的 好 你 按壓四 再一個 不要晃 那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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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兩條 吃一條 先救 先救起來 再說啦 有時候 不可以摟 不要摟心 該吃了就要趕快吃了,不要在那邊 不要在那邊貪 現在這不要讓我喝囉 不要喝囉你就要吃 你就要吃了,不要在那邊想要等 吃 吃 吃 一條我就吃 好,你看一條 一條那邊有洞 我們就等在那個洞 我這樣子吃 這款抑制遊戲就是好玩 就是功 它簡單操作以外,可是它卻 不是開玩笑的 它卻有一定的技術層面 欸贏了 我怎麼贏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贏了 嗶嗶嗶嗶嗶 嗶嗶嗶 你看看 咱嗶嗶嗶 咱嗶嗶說它的胃在哪裡 它的變化是怎樣 然後等待好的時機 你看 旁邊那條還高 等待好的時機 好的時機是怎樣 你看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的時機 然後你看它旁邊是不是又有一條了 這邊 這裡有稍微看失誤 不要緊,這樣插進去 等待好的時機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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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兩條啦 三條 我們就等三條 我們就等三條 我們在那邊吃 再吃一條 兩條 一條 好 你看那邊有一個三格的缺口 那我們就要坐路 這邊舔起來 不要擠 不要擠 你一擠就沒有辦法 好 我們就坐另外那一邊 飛起來 然後你在坐的時候 大概就是 在消 在消的時候 大概就是 盡量 要贏 就是你最最愛的兩條 你如果都要吃那一條的 你看 至少都兩條 除非我現在吃一條的原因是 我要趕快把這個不規則 這邊有一些不規則 我才會這樣吃 可是我這樣吃的原因 就是要讓它 那個 湯要給出來 你看 右側這裡 又不規則 我要必須要趕快 把這些 小洞把它 用成 用地著大湯 沒有 那你就會有一點累 這樣聽得懂嗎 是沒有了解 你看 你看 我現在在等 有什麼在等 我在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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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阿西 欸 在等什麼 像這個阿 像這個阿 太... 推得太高了啦 像這個阿 太... 推得太高了啦 這邊就不專心 不專心 他就把你弄上去 那你就要 就要趕快 不要管什麼 你要趕快 趕快弄下去 不要在那邊管 對不對 對 把你弄上去 你等一下就把它弄下去 你把你阿里阿西 你等一下你就把你阿西 你就把你阿西 你就把你阿西 那像這個牌... 這個牌組就不好 有什麼不好 對 非常好 好... 好... 阿啦 我... 太... 好... 你...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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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 不忙不忙 我們在等待 我等著,我等著,對吧? 我等著,我就要給你洗,對吧? 他給你洗,你就要洗, 總之我覺得這個的心得就是,你要先對於這個方塊排練,要先熟練 然後你再去看人家那種世界的操作的第一名 第一名沒那麼多畢啊,那神啊 他們那個的速度大概是我現在的10倍吧 就是他沒有在看的啦 他都直接下來啊,他沒在看說,我現在還可以這樣左右在那邊 但是我現在沒辦法,我這個手法齁 你看像現在都有稍微Lag 都很容易失誤啊 就是我這個手法在擋齁,很不流暢啊 所以不能,不能 沒辦法啊 我又唱他們啊 我有嘗試啦 像那個職業選手這樣用很快 結果我發現一下就死掉 因為一直失誤啊 我不知道是我這個手法有問題還是怎樣 就是都 你覺得他會到那裡,他就沒有在那裡 他這種他是說,這個要把秒殺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覺得這個多少有一點運氣的成分 就是有時候他不一定給你你要的 他沒給你你要的齁 你要讓他數齁 哇,贏啦 好吧 這就是今天跟各位示範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 這個俄羅斯方塊界的遊戲裡面就是什麼 這,你們先去e-shop 先免費,這個是免費啦 先體驗啦 然後玩到完了以後 你再去下載 他如果有特價你就買 買特價的 不然就實體的 這差不多要穿四塊、穿五塊吧 然後你再去看一下世界盃 這有在比賽的,這真的好看的 這個有在比賽的喔 這個很好看 好,就今天講到這囉